国际调查 记者同网天堂文件曝光 台署创办人王永庆和王永在 从2001年到2005年 密集信托位于华盛顿和 百慕达的律师事务所 成立五大信托 在2008年底王永庆过世时 信托持有的资产达到2560亿 是台湾资产的3.4倍 所有全部宜赚 但是对于下一代来讲 它又不会造成管理权旁落 所以这个蛮多时候 会被家族企业用作一个工具 除了经营管理权 税率也是一大问题 从海外信托持有台塑私保股票 其中台塑和台化持股比 都超过15% 台塑美国更达到73.3% 因为海外所得税远低于 国内的所得税率 境内所得的税率 当然相对来讲 会比海外所得的税率 来得高 海外所得的税率大概是20% 境内所得最高税率是40% 那这个会有税率上的差异 台塑海外投资也启动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石化园区 将投入约2782亿元 陆州甚至给出5年 免地价税的优惠 但有些人却是急着把钱汇回来 中国大陆肥卡条款追税令上路 2017年台商投资收益 汇回台湾金额暴增 达到1015亿元 多以橡胶电子业为主 不过我觉得最近大陆这两年 它的外汇管制越来越严格 资金要汇出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台上如果要寻正 一般正常合法的管道的话 非常难汇出这些资金 可能还是要透过地下的管道 不过台湾也预定在2019年 实施共同申报CRS 未来海外账户透明度也将再打开 东森财经新闻六百奇科昆元 终合报道